大家好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我是童文勋 昨天节目做完之后 其实我又继续去找一些资料 关于1970年代 我觉得不只是因为1971年 台湾退出联合国的这个事件 那引起了很多的移民潮 那其实移民大部分 如果你是到美国去的话 是不用抛弃中华民国国籍的 那关键是为什么萧美琴 是在日本出生呢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 1970年代整个时空背景 来还原一下 是不是可以从而推敲出 萧美琴 她为什么不讲清楚 她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 跑断了腿 而不是照正常的程序 其实取得中华民国国籍 并没有那么困难 那为什么会造成困难呢 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 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她了 就是蔡嘉玲 她当时我在前年 我曾经采访过嘉玲 隔空她人在纽约 然后我采访她 那个她出了一本新书 那个书的名字 是All Story All Truth 那个里面讲到了很多 有关于台湾的台籍的老兵的故事 那有一个很关键的 当时有一个戒严时期的 一个禁令就是禁婚令 那个禁婚令呢 全名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介绍 这个禁婚令 禁婚令其实 全名不叫做禁婚令 只是我们她的名词很长 所以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 来陈述她叫做禁婚令 她的全名是 勘乱时期 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 这个婚姻条例呢 其实没有几条 总共呢 有中东府公报嘛 总共有11条 那她发布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 是民国41年 民国41年就是1952年 1952年其实就是 国共战争刚结束没有多久 然后蒋介石来到了台湾 重新执政 其实没有多久 那所以她是总统 是蒋中正 行政院院长是陈臣 那她为什么要颁布这个 军人婚姻条例呢 就是主要是要让 在前线或是在束手 整个台海安全的 这些军人呢 可以安心工作 那你在 勘乱时期嘛 似同战争时期啊 对不对 勘乱时期啊 所以你不能够轻易说 我要结婚 反正你大部分人都在军中 也不能回家 其实这个事情影响最多的是 底层的这些 就是低阶的军官 这些兵呢 不被允许结婚 所以呢 等到他们真的退伍的时候 都已经错过了 适婚的年龄 错过了适婚的年龄 她只能找 就是在婚姻的 这个市场上面 她只能去找 相对弱势的 这些对象来婚配 除非她本人的条件 非常的好 那所以我们看到 她会 劳宾会去取一些 聋哑的 甚至有精神疾病的 就是在相离里面 如果正常婚配 嫁不出去的这些女性 那后来会衍生 很多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聋哑会遗传 那就甚至有这种 整个村落 大部分的人 都有聋哑的问题 好 这个是 我觉得在整个 台湾的历史上面 不能够抹去的一页 那 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跨过去的 一个族群的问题 好 所以当时 记不记得 我当时就 专访了嘉玲 那 这个 这一集的节目呢 其实我们都还在网路上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找出来看 那 所以 禁婚令这个事情 到底影响多久 禁婚令一直到什么时间 废纸呢 这个婚姻条例 勘乱 时期 陆海公空军 军人婚姻条例呢 是在81年 民国81年 就是19 1992年的时候 废纸 可是呢 他变成了什么呢 军人婚姻条例 还是有一个军人婚姻条例 那 全部都废纸 军人婚姻条例 整个废纸是在 2005年 是在 陈水扁 在任的时候 所以是在陈水扁任内 其实军人还有禁婚令 所以在陈水扁任内 把他废纸掉了 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 我在 这个 当律师的这个过程中 看过这样的案例 因为我不是走婚姻法的律师 所以 我没有办过这样的案例 但是曾经有人来谘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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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念高职啊就已经两情相悦啊可是 就要去当兵啊 那在当兵的时间呢放假他们就 在家里呢就办了几桌也有公开的仪式 也有去登记哦后来也有去登记哦 可是呢 到了有一天 南方啊复兴汉啊 就 就有外遇了所以想要去告说这个 他有 有妨碍婚姻啊那时候还有通奸罪啊 那我们 查了一下就发现说 哎你们这个婚姻可能是致死无效 可能是致死无效那 果不其然就是对方主张 南方主张说 他们的婚姻在当时因为他还在服兵役 然后没有经过 国防部的允许 所以呢 那个婚姻是致死无效 那怎么样致死无效来来我们来看条文 这个条文是这样子的哈 以 这个最早的这个勘乱时期哈 那结束动员勘乱时期之后当然就是新的 名称了 可是内容是一样的啊 那 所以最原始我们就来看看这个 勘乱时期的这个 陆海空军军军人婚姻条例 他短短只有几条而已 第一条哈 他说 陆海空军军人之订婚结婚 包括订婚喔 依本条例是规定 然后如果为依本条例是规定的话 依民法是规定 所以这个规定是民法的特别法 民法本来就是 几岁以下就可以 以上可以结婚嘛 那 只要是两人合议啊 有公开之仪式啊 我们不是以登记为要件 那 那个婚姻就成立了 但是 这个是一个民法的特别法 好这个特别法呢 规定说 呃 只要是陆海空军的军人 偷适用 所以他其实不只是职业军人 他有 异物异的军人也都算 然后 他第三条说 你的订婚跟结婚 应应该在一个月之前 散据结婚报告 承请所隶属的长官核准 或转成核准后 行之 那 大部分有核准吗 大部分是没有核准 不然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案例说 诶 他们 没有核准 然后结婚 然后事后 有人反悔了 然后就去 说这个婚姻是自主 无效 我记得我还看过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书记官 他跟法官 这个 这个 通奸 这个书记官是 男性 法官是女性 外遇 好 他就要抛弃他的原配 他的原配呢 已经罹患癌症了 然后可能两个人相处也有问题 所以后来这个原配呢就去告这个书记官说 他通奸 然后 这个 还有付贷民事赔偿 结果这个案子呢就被 法院完全都驳回了 是因为法院包庇这个法官跟书记官吗 不是 就是因为这个书记官主张说 他们结婚的时候呢 他在服兵役 他在服兵役 然后呢 没有经过长官的允许 所以根据 陆海空军 军人婚姻条例 第几条呢 就是这个条例的第九条 我们来看这个条文 陆海空军军人违反本条例之规定 而订婚 或结婚者 其订婚或结婚无效 第九条 无效 这个无效是自使无效 你即使后面有去登记 可是因为这个 条文的规定 所以是自使无效 好那即使到后来这个条例已经废除了 因为你的婚姻是自使无效 所以并不影响说这个条例废除之后 你的婚姻会变成有效 好 那 关于萧美琴 为什么 我觉得一直让我很疑惑的就是我相信他 在2000年以及2002年自己成功 连述自己国籍的问题的时候讲的应该是真的 第一 他说他一直以来只有美国籍 然后第2 他为了 拿到中华民国国籍他跑断腿 然后他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在日本出生 然后他母亲是美国人 所以国籍的问题 让他非常的困扰 如果他抛弃美国籍的话他可能会变成无国籍人 可是他明明有父亲啊 那我们昨天有讨论过就是说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有一个可能性是因为他父亲 被领养 然后或者曾经抛弃过国籍 可是又有浮现一个 有人陈述 这个陈述到底是真的还假 我们不知道我们姑且认为他是真的 就是说 有人跳出来 一个旅美的 一个台桥跳出来说 1970年的时候 这个 肖美琴的父亲 曾经回台 返回台湾服兵役 好 关键就在这个时候了 1970年对不对 然后次年肖美琴出生 好 大家知道 在 1970年代 你要当兵的话 至少都要服役 两年多 甚至接近三年了 所以在这三年期间 1970年回来 到1972年 707172 整整三年中间 其实 这个 肖美琴的父亲 是不能结婚的 肖琴是不能结婚的 如果他这个中间他有结婚的话 在中华民国的法律是视为无效的 当然你会说 我们结婚一定要在中华民国法律承认吗 其他国家承认算不算呢 我们下一段进来 在寒冷的12月 我们为您带来最温暖的优惠 现在购买即可享八折优惠 原价台币3880 打折后只要台币3104 行动不如马上行动 快上VTW官网选购 XPAD远红外养生暖电 拥有世界各国的专利 使用纤维部发热 而不是传统的电线 启动加热功能 您将感受到温暖的疗愈力量 不仅可以达到出色的保暖效果 更能提供舒缓的热敷功效 让疲惫和不是烟消云散 最重要的是 我们坚持采用零电磁波技术 确保您和您的家人 在每一个温暖时刻都远离电磁辐射的困扰 将健康放在首位 好 其实 担任律师常常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个跨国的问题 比如说 他在美国已经实际离婚了 可是他没有回来台湾半登记 所以呢 他们在台湾的法律上面还被认为是婚姻状态持续中 这个就是 如果他完全不配合 他不配合回来 半登记的话 那在台湾居住生活的这个另外一半 这个配偶 前配偶 前婚配偶会非常的困扰 好 那 所以 是不是婚生子 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你在美国有合法的婚姻 你在日本有合法的婚姻 那照理说就是应该是合法的婚姻了 可是 如果你涉及台有其中一个人有台湾的国籍 那你就要看台湾的 法律承不承认这个婚姻 好 那恰巧就是说 今天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民法的特别法 就勘乱时期 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 那所以 肖清芬在跟肖美琴的母亲 认识然后决定要结婚 这个过程中 就遇到这个条例 你即使结婚 都是无效的 除非你申请许可 对不对 好 那申请许可会不会通过 不知道 可是肖清芬的例子呢 是绝对不能结婚 为什么 你看这个 条例的第六条 我们请导播把这个第六条放出来 这个除了就是说一般的人 要军人要 订婚或是结婚需要长官同意 否则的话订婚结婚无效 你看第九条就规定说 你如果没有 违反我们这个 整个上面前面的规定 那你的订婚跟结婚是无效的 可是 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是连许可都不会许可 你根本不用来申请 不会许可 是完全禁止的 就是第六条规定 第六条规定是这么说的 请求订婚或结婚 要申请 一个军人要申请订婚或结婚 如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应禁止之 因为当时这个条文都是垂直写的 所以他说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那其实现在变成 电脑式的变成上下了 所以变成 下列情形之一者 应禁止之 一 对方尚未取得中国国籍者 第二 对方来历不明 会有叛乱嫌疑在调查中者 好 这个 国籍这个问题 他这边写的中国国籍 其实 要知道这个时空背景 这个意思就是中华民国国籍 你如果没有取得中华民国国籍的话 那 你就不可以跟他结婚 所以在当时军人是不可以跟外国人结婚的 没有取得中华民国国籍 你不可以跟他结婚 禁止之 好所以肖千芬在1970年回来台湾 为什么他回来台湾要当兵吗 他可能为 之后有一些 必须要在台湾 实现的志愿志向 就说后来变成神玄院的院长 对不对 他有这样的一个 慕名的一个心愿 要去达成 所以他要回来 他不能够在国外 那一个侨民在 在台湾只要待超过一年 他就必须要服兵役 虽然就回来服兵役了 可是 肖美琴在他回来服兵役之后的次年出生 那我们知道 他怎么样 会在次年出生呢 他在1970年的时候 跟肖美琴的母亲结婚吗 那 所以肖美琴的母亲到日本 去 产下肖美琴的时候 恐怕是一个人在日本 因为当时服兵役就是要服满两年多将近三年的时间 不可能让你可以请假出国的 而且在1970年代 那时候的留学生 要留学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 你美金外汇 买不到外汇 你没有办法换到足够的美金 难以出国 再来 许可也非常的难 都要 走过重重的这种关卡才有办法出国 那时候并没有开放旅游 所以出国是非常困难的 好 所以 他又当兵那就更不能出国了 所以 当时肖美琴为什么讲到他出生的时候都只讲到妈妈 就一个很大的关键 当时是他妈妈 在 跑到日本去 不知道为什么跑到日本去 在台湾也可以 生产 可是他跑到日本去生产 那 所以如果 看这个条例的规定 又推 推测 他那个时间 肖清芬当时人是 在军中 是在服兵役的 然后他 结婚的对象 婚配的对象又是一个外国人 没有取得中华民国国籍 那么 这个问题又大了 如果 今天讲 很确定的一点就是 肖美琴的妈妈没有取得中华民国国籍 为什么因为 取得中华民国国籍你就必须要抛弃美国国籍 这是台湾的规定 那 美国没有这样子 取得美国国籍没有要求你要抛弃其他的国籍 可是反之就不可能 所以 当肖美琴 因为母亲的关系 取得美国籍 代表 肖美琴的妈妈 自始至终没有抛弃美国籍 那没有抛弃美国籍就不可能具备有中华民国国籍 于是 在肖清芬 服兵役的期间 他们两个不能结婚 那如果结了婚了 就是自始无效 就这么简单 好 那所以 当肖美琴 满30岁之后他在台湾因为在总统府工作 然后有人质疑他的忠诚度 他就说我没有办法抛弃国籍 这个原因就在于 他原始资料不存在 什么叫做原始资料不存在 他父母的结婚这件事情是自始无效的 如果 今天 这件事情有点复杂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是 台湾的父亲 在海外的 非婚生子 非婚生子 那 因为父亲的血缘关系 所以 他可不可以取得中华民国国籍呢 那如果可以要走什么样的流程呢 这个就很关键的对不对 好我今天可以替外交部来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 因为我们的国籍法 昨天讲过了我们的国籍法是说 父或母 有一方是中华民国国籍的话 那 他就可以取得中华民国国籍 这是我们的国籍法 那有没有要求父母一定要结婚呢 没有 所以只要父或母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你就可以取得中华民国国籍 可是话说的很简单 程序要怎么走 程序要怎么走 第一个 婚姻制止无效对不对 所以 当你要取得中华民国国籍的时候 那 父亲必须要认领 领养 认领 把他认回来 那 专有名职是这样子的 就是 他需要经过 认领 就是 父亲出面 认领他 去法院完成这个程序 或者怎么样呢 他有等同于认领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行为 因为他们共同居住 然后他支付他的生活费 那也可以由子女 直接去法院 肃请就是说 确认 亲子关系 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认领的程序 就可以证明他们的 父女的关系嘛 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去验DNA 可是这个也是一样要经过法院的程序 你不会突然有人跑出来说 我是他 我是他女儿 所以呢我的 身份证 的父亲的那个栏位或是我的户口名簿上的 那个父亲的栏位呢 就直接写 他是我是他女儿 不行 必须要即使是真正是亲生子 如果父亲没有经过认领的程序的话 那 也没有 也没有构成亲子关系 就是在法律上你就要走完这个流程 好那现在尴尬了 就是 肖美琴 出生前 父母 就算有结婚 我们今天这样讲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神职人员 你们在神的面前 互取终生算不算结婚 我认为这个是另外一个领域的问题 这是信仰领域的问题 可是法律领域呢 不管 你在神面前有没有 结婚但是人跟神的事情是分开的 人的法律的规定就是 你必须 不是服役期间 才能跟外国人结婚 服役期间如果要结婚订婚都需要长官的同意 可是服役期间 长官也没有办法同意你跟一个外国人结婚 因为 法律就白在那里 所以如果 肖北行的父母 在 肖清芬 服役完毕之后 没有去补做这个动作 而且小孩已经生下来了 你没有去做 认领的动作的话 他当然从头到尾都没有户籍 我们下一段进来 这本活出两倍的人生 书名也就是张恒彦教授与童文勋律师 对自己及对在人生道路上遭逢艰难考验的 难友们的期许 能走出过去 迎向未来 为逝去的亲人们多活一点 多付出一点 活出两倍的人生 坚强的人 只是把悲伤藏得比较深 但再生的悲伤 也总是必须面对 处理 甚至放下 我们用旅行的心情来说属于自己的心事 属于自己的故事 这本书是描述我们照护家人 送走自亲的心情日记 但也是如何使用长照资源 法律尝试的交战手册 我们打从心底希望你用不上 但若有一天你找不到面对伤痛的答案 这本书或许可以在黑暗中提供一盏烛光 一点疗愈 好 所以 这是我昨天做完节目之后的一个 发现 就是说 可能 肖清芬当兵这段时间 这个时间是很关键的 然后因为我有 我有处理过类似的案例 也看过了这些非常荒谬的这种判决 你一定觉得荒谬吗 两个人结婚了这么多年了 然后也共同居住 有共同的财产 只是因为太太罹患癌症 然后先生外遇 先生还是书记官 书记官外遇的对象还是法官 然后你们对于法律很嫌熟 就利用这样的一个 其实是迫害人民的婚姻自由 的这样的恶法 利用这样的恶法规定说 那个婚姻是制止无效的 所以就摆脱了你不想要的婚姻 我认为这个 人的部分 法律固然是如此 我反而相信 神的那部分 可能会对这些人会有不同的处分 处罚吧 不然的话你会觉得说 人生在世有什么意义啊 都是这些坏人可以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好所以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条例存在 其实有很多人受害 所以今天 或许 萧美琴也是这个 婚姻条例禁婚令的受害者之一 因为子女到最后发现说 自己 竟然变成不是婚生子女 其实在战争的过程中 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啊 当时从中国来台湾 有很多人呢 在中国已经有婚配了 可是因为事实 两岸的这个铁幕 完全不能够往来的情况之下 各自婚配了 各自婚配了之后 后婚怎么怎么处理 后婚的小孩怎么处理 后婚的小孩变成非婚生子吗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有特别的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所以 我今天来看 萧美琴为什么好像看起来有难言之隐 那 其实这个是历史的错误 如果真的是因为禁婚令 所以让他在跑 这个身份的这个过程中 需要跑断腿 这个就有可能了 为什么 那个时候他父亲还在世 他可以做很多的动作 可是这些动作做起来就很尴尬了 第一个 因为婚姻致死无效 所以他的父母必须要重新结婚一次 第一个 重新结婚一次 在有效的状态底下重新结婚一次 然后结婚之后 他跟母亲的关系 这不用证明嘛 妈妈生的嘛 可是他跟父亲的关系要证明 因为 孩子站在前面 婚姻结在后面 那这个关系要证明嘛 就必须要 通过一个认领的程序 把他领回来认领的程序 可是如果 肖美琴的父亲 没有完成这个认领的程序的话 那现在真的会非常非常尴尬了 就是 他的整个身份的程序出了很大的问题 他父亲现在已经过世了嘛 他要怎么证明他跟他父亲的血缘关系 可能就要去找 这个父亲的兄弟姐妹 可是问题 这个 肖心分又是被领养的 出养去另外的家庭的孩子 所以 他到底能不能找到他的兄弟姐妹都是 沉迷 会发生问题的 可是 如果 你的父母的婚姻致死无效 因为这个禁婚令致死无效 然后呢 后来又没有经过通过认领的程序确认 你跟父亲的关系的话 那他是怎么样拿到中华民国护照的 这个 过程恐怕没有完备 可能有问题 好那有人说 他有华侨证 华侨证基本上就是等同于身份证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因为 法律上规定很清楚嘛 有关于 取得中华民国国籍你所申请的对象就是你的户籍所在地的 户政事务所 他不是外管 外管不是管这个外管是外交部 那 这个 地政事务所 户政事务所 这个是属于内政部 该管的单位都不一样 好所以 你必须要走过这个流程 而且外管可能会发错啊 就是可能会蛮腐烂的 因为他不是该管单位嘛 所以他发给了侨胞证不能够证明说他就是有中华民国国籍 好 回来还是要看他的 整个 父母的关系 然后婚姻关系 或是有认领 如果没有血缘 血缘 的关系的话 连认领都没有办法认领 必须要走领养的程序 好所以 正常程序应该这样子 因为 婚姻致死无效 所以 在 解除了这个兵役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应该要有一个婚姻 然后 因为孩子已经生出来了 所以必须要一个认领的程序 而且他因为出生在日本 所以他可能还要去日本拿到出生证明 找到医院 拿到出生证明 然后去我们的外馆做认证 然后回来之后 再去走完 因为他父母婚姻致死无效 的问题的所有的流程 那这个不是萧美琴的错 这个是 当时的历史有这样的一个 不合理的规定在那里 然后伤害了很多人 这个伤害的人 尤其是低阶的官兵 更 更是受害很深 然后这些老兵逐渐凋零了 他们有冤也无处数 所以 我们今天台湾背负了这么多的 有这么多人的牺牲才有今天的台湾 所以 我们应该要 为了台湾的民主的深化 更进一步 那所有的人遇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 其实对于 不合理的问题 都是一种贡献 就是你要把他讲出来 你要把他弄清楚 然后历史不要再重蹈覆测 这个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受到的磨难 好 那 人生的一些困顿 跑断腿 为了要恢复国籍 跑断腿 这才有贡献嘛 所以要把他讲清楚 那唯一能够把他讲清楚的 就有肖美琴本人 我们今天因为有很多的 不信任存在 就是我们对于中选会 他所说的 就是 没有国籍的问题 三组候选人都没有国籍的问题 这件事情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相信 然后还在追根究底 其实关键在于 消贬型自己 在2000年 以及2002年的时候 说不清楚 如果他真的是有双重国籍的人 他就不会说他从头到尾只有美国籍 然后抽丝剥茧 因为现在陆续续有一些资料出来嘛 我们努力抽丝剥茧才知道说 也许他是卡在这个 禁婚令 所以导致他父母可能 一直到他求学的阶段 他都只有美国籍 代表他根本没有登入 任何一个户口名簿 所以他 父亲也没有去做过认领的动作 但他没有实际的认领的行为了因为 他们居住在一起一起共同生活 好所以 这个事情必须要透过法院才能够完备 他显然没有去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 后来要抛弃国籍的时候 那真的有可能遇到 抛弃了国籍 而是他的父母 可能婚姻致死无效 好 这是我的推断了 但是我觉得 有一些推测 你寻着脉络 看着时空的背景 把当时的法条找出来 大概可以找出真正的理由跟原因 但是 再强调一次 这个也是一个推测而已 所以 我只是把这些条纹 还有历史 时空背景 通风波铺陈出来 然后让各位看官 做判断吧 我们下一集见 我耐潮湿 不会漏电 没有电磁波 安全可靠 别担心我面积不大 简单折一下 再盖上一条干毛巾 让热能蓄积 就能干得更快 更有效率 就算是第二天 即用的衣物 也能让你从里到外 干爽洁净 安心出门 而且我勤俭持家 一天不到五块钱 就能解决这位年轻人的困扰 我是干妈妈 您从未见过的好帮手